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4月4号,星期四,能力的2月2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五,奥克兰将会是多云天气,气温没有太大变化,维持在12到21度 首都霍林顿明天是小雨,大风的天气,降雨基本上会贯穿整个白天,持续到晚间的10点 最大风力每小时33公里 正南风带来的冷气让霍林顿的温度也是继续下降 霍林顿明天最高温只有14度,最低温跌破了10度 汉密尔顿明天是晴朗天气,9到21度 陶朗嘉明天是晴朗天气,12到21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是降雨天气,最高温度13度 黄浩镇明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12度是最高温,那么最低温是只有1度了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昨天一位名叫Helen Berners的用户在Twitter上发文说 前几天新西兰总理杰辛德尔顿帮助她的朋友支付了在超市买东西的钱 当时她这位朋友忘了带钱包,还带着两个尖叫的孩子 这位网友对总理的做法十分赞许 他感叹地说,怎么爱她都不嫌多 今天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新西兰总理杰辛德尔顿的时候呢,向她求证这个问题的真实性 杰辛德尔顿承认这是真的,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那么记者继续追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总理的回答是,因为她是一名母亲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奥克兰西区Hobbsonville的一些房屋的买家被惊呆了 他们发现自己买的房子居然不包括车道 开发商向他们索要额外的14000纽币到48000纽币不等的额外费用 这些房屋是位于Hobbsonville的Scott Point 这里是属于特殊住房区 这是在国家党政府执政期间在2013年到2017年间推出的可负担住房计划 在特殊住房开发区,房产商可以在快速通道货批 但建造的房屋必须以可负担价格出售给购房者 这些买家就表示,他们的购房价格是63.6万纽币 如果是要加上14000纽币到48000纽币不等的购买车道的钱之后 房屋的总价已经超过了当年可负担住房的价格上限65万纽币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家就表示 当他发现车道不包括在房价之内的时候,惊呆了 他说,购房合理的的确是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费用 比如说,如果额外建造了spire泳池或者是露台等等 他可以理解这些额外费用的产生 但是,完全没有料到车道也不包括在房价里 开发商表示,通过律师说自己没有错 那么这位开发商名叫Empra Homes 他就指出,所谓可负担住房是指房屋本身的价格 并不包括周围的其他设施 他的律师甚至是还引用了法律条款 称用词,法律条款上的用词就是房屋 表明这只涉及建筑物本身 那么他的律师还表示,买卖合同上提到可能会收取额外的费用 所以他们表示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 根据了解,奥克兰市议会是正在对开发商进行调查 并且是给买房者发信,让他们和市议会进行联系 不过市议会表示可能不会涉及刑事起诉 他们表示这主要是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民事纠纷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中国的新闻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表示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将于今年的4月30号开始施行 规定强调未成年人节目不得宣扬同性效应 或者是包装炒作明星子女 不得渲染暴力血腥恐怖 教唆犯罪或者是传授犯罪方法 不得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 不得有除健康科技的性教育之外的社性话题画面等等 好,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美图 为纪念卢浮宫扩建工程30周年 法国艺术家JR在卢浮宫前铺设了一幅巨大的拼贴画 从卢浮宫的角度看过去 被名设计的金字塔仿佛就是从海底升上来似的 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再会